继续的讲解 上一段我们讲到内联汇编 就是说我们在X64的时候怎么去调用 跟X86一样的时候的内联汇编 发现写法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功能还是一样同样可以达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继续的深入的 把这个X64项目这个汇编的编写的 这个东西再深入的学习一下 那比如说ISM文件中啊 想使用C++中的这个变量 因为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变量啊 一些值 那怎么去用呢 怎么去这个来这个处理对吧 但是我们说这个ISM文件里面 想到C++文件里面的这个变量啊 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在写这个汇编代码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但是我们在C++里面想用到这个 这个ISM文件中的变量不太可能 对吧 它比如说这里面这个C++里面有一个 这个某一个寄存器加某一个值 我们想用到 啊 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只要传 传给一个全球变量就可以了 是吧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间啊 如果有变量的话 怎么是互相这个调用呢 来看一眼 啊 在这里面比如说有一个变量XXC啊 同样的写法 同样的写法 也要有这个前缀 然后呢就正常了 比如说硬材型的M变量 变量M 我们需要测试 等一百 啊 只要我们前面加一个前缀XXC 那么在ISM文件中就可以用用它了 当然你 支节正量用是不行的啊 这样用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进行一个 也加上一个XXC 然后呢 不加XXC 就加XX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变量M 测试 然后加上冒号 放 放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汇编代码里就可以调用了 就可以调用了 那我们说 sm文件中啊 想使用CXX的函数的话 怎么去写 啊 怎么去写 同样我们来在这里面 继续去设置一下 那同样啊 其实发现自己一个一个道路 同样还是前缀 XXC 然后呢 我们这个函数继续写 比如说没有返回值 这次我们外里没有返回值 叫做cortus吧 cortus 然后呢 这里面干嘛呢 就给那个变量 复制成 101吧 101 这样可以吧 我们写的最简单的 这样的卡数 然后呢我们在 sm文件中 互编代码中整个去 这个 用它呢 如果说想使用它的话 同样也要在前面加上 写法 写法 也是需要这样的 也是需要这样 那我们发现啊 无论是这个 变量 还是这个 写法 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前面就要加了个 XXC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 汇编里面 同样的写法 XXN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名字 再加上一个冒号 法 就可以了 也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sm 这个汇编里面 想使用XXC 无论是变量啊 还是函数 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其实我们发现 它俩本质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变量的时候 使用这个变量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传给它 传过来的 不过就是这个变量的指针 也就是地址 在我们去传递这个CALL的时候 函数的时候 实际上传递过来的 也是函数的地址指针 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在用变量的时候 就要知道传递是指针 掉CALL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它用的是指针 那我们这里面 在这里面用一下它俩 看看它有什么区别 它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用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面 先给A一个初始值 不让它是零 不让它是零 那么文目 rax 得rax 负值 负值成我们的这个m测试 对吧 那这么写对不对呢 这么写实际情况下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它传递过来的这个m测试 不是m测试真正的那个值100 比如说不是这个100 而是它的什么地址 它的地址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写 keywordptr keywordptr 读里面的值 这样的话 才是真正的100 才是真正的100 那我们看看如果是CALL的话 它怎么去掉值 CALL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先给它值负成100了 不用先负成100 我们先在这里面CALL CALL测试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直接掉这个的话 就直接这么掉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身是什么 本身就是一个地址 不需要再去读里的值了吧 因为我们说CALL的时候 CALL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代码多少地址 所以在这里面搞明白 我们的汇编里面 想去调用C++里面的 无论函数还是变量 实际情况下都是通过一个s3c 然后呢这个s3far 给它传递过来的是一个 它们相对的一个指针 那么你就可以随意的使用 随意的使用 那同样 这个汇编里面的这个 函数 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直接 用s3c 然后声明一下就可以使用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在 这个汇编里面 跟C++代码里面 可以随意的切换 随意的互相交用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达到了 加了一个自由调用的 一个情况 自由调用的 一个情况 那达到一个 自由调用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 加几句代码 然后呢 能让它 帮我们看看效果 跟我们效果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加点东西 加点东西 这个代码 在这个课程里面啊 有的一些代码 是完全的不需要你们做任何修改的代码 啊 我是直接给你们告诉你们复制过来用 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给你们复制过来的这个代码 这是比如说这个代码里是无论你在以后去写别的项目 还是什么项目它不需要你去修改的 我在这里面直接给大家复制 不去讲具体的实现的过程 因为暂时没有那个必要啊 你回头也是复制粘贴 那么 如果想学这个世界家的详细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再去慢慢的去点口 因为对于你来说 你现在用更多的精力 现在去学这个东西 你还是要拿过来贴过来用 所以说呢 暂时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过程中 不需要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去掌握的知识 比如说只是复制粘贴 后面也是一模一样的代码 我就直接给你复制过来 告诉大家可以用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呢 在以后呢 写完的这个代码啊 写完的这个代码都会发到这个里来 发到我们的官网 Failonline.com 也就是说回头 我们这套课程的所有的代码作业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都会发到这个里面 发在哪个位置呢 在这个精品帖子 这个内部学员专区里面了 就是说我会把圆码 就是媒体课的圆码啊 还有一些课件 还有一些课程回头上 都是会发到我们的这个 精品帖子的这个内部学员专区的 大家直接到这个地方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那么好 我们继续来写我们的代码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这个代码输出过来 你回头呢 在任何的代码也都可以去用它 都可以去用它 这个里面呢 唯一你们可能修改的地方就只有这儿啊 只有这儿 就是我们加上一个前缀 在我们用这个debug 有一个前缀的话可以帮你塞除很多东西啊 那这个代码直接直接复制啊 直接复制 完全没有你修改的必要 只有在这个地方 加上你固定的配置 调试的这个前缀头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输出模式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打 www 对吧 如果这个 十多方舟的时候 你就落死打阿克 对吧 如果是这个 落入的时候 你就直接落入啊 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里面是写课程 我们就直接输出认了飞啊 别的东西不会干扰我们 那么继续呢 就往下面写 首先呢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 我们需要加的 我们在这里面写个函数吧 加一个最简单的函数 叫做没有返回途章 名字随便起给叫 然后呢 给它 就让它输出 就只让它输出这个信息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函数 就直接给它拿过来 叫做输出信息 嗯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那个 prorentf是一样的 对吧 直接可以 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dl里面用 啊 跟prorentf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 我们让它输出什么信息呢 什么也不输出 百分号d 直接给给我们输出一个 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那我们就叫做这个asmadd 我们给它传递两个电量 叫做22 55 22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在这里面55加22 如果到这个car里面 它肯定是会进行运算 返回一个值的 我看它返回的结果 跟我们想象的是否一样 在这里面加上它之后呢 那我们再到这个它的头文件 car的这个头文件里面去给它 伸认一下 那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了 那我们再到这个sm文件里面来 确定修改一下 看看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里面呢 这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rx 清零 对吧 然后呢我们调了一个car 这个car我们先不看啊 我们这一刻呢 先来看 调它成功 跟使用这个变量成功 这个car呢 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放在下面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变量复制给rx 这个变量是多少 100吧 100 然后加上55 加上22 最终结果应该是177 对吧 然后return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输出的这个信息是177的话 就没问题 就没问题 那么 我们在car的处子化的这个位置 加上吧 car的处子化在哪里 在这儿了啊 这儿了我们说在这个处子化的这个代码中啊 我们让它调用一下 AA这个函数啊 处子化的时候我们好写的信息啊 它是里面位标识 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包含这个投影件 internetro的什么来讲 我们的这个 cd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AA这个函数了 可以了 然后呢 编译一下 编译通过 然后呢打开模式吧 然后呢 这是我们之前写的这个解释输入的这个工具 是吧 看这这几节课的时候 就是说这套课程开始看的之前 你要把前面的基础看完啊 要把前面的基础看完 对吧 那集结课的基础 又是 在多少集了 在 任鸟飞终身VIP2020的 第十一章啊 把十一章看完 再过来看这一章 否则你是看错了啊 如果对十一章没印象 回去先看一下 用不了你三五天的功夫 掌握好了 再过来看这一套 比如说现在的这一套 一章章节啊 否则的话就是看错了 我们打开之后 诶注入错了 注入错了 这是注入之前其他的这个 代表了 我们的代表是没有界面的 对吧 我们现在还没有写界面 是任鸟飞VIP的这个里面 X64 debug 这个 8月24号 2点55分是刚刚编译的 这个没问题 输入结果 任鸟飞177 跟我们想象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任鸟飞从哪来的啊 在这输出的 对吧 只要调用它 它前面就有个前缀 然后呢 这里面没有输出任何东西 就是一个 55加22 还有个什么 加个100 100加55加22 那也就是说177 输出的结果是没问题的 那么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一份的内容啊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